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冷气团在今天南下影响台湾 所以相信大家在今天都有感受到这波冷气团的威力 还好的是这波冷气团有别于之前的几波冷气团 它是属于比较干冷的空气 所以今天各地其实白天的时候都有阳光露脸 只是清晨跟晚上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预计在夜间低温就会持续的下探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会是这波冷气团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冷的时间点 很多地方空旷地区的低温都有机会来到只有12、3度左右 所以特别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特别是有一些温室或者是一些畜牧类畜勤业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保温防风的工作了 那么另外最近风浪也是比较强一点点的 特别提醒你千万不要再从事海上作业活动了 会是相当危险的 至于今天农烟小丁你一开始要提醒你的是 最近因为天气状况比较冷比较凉一点点 在下场湿度比较高 所以蔬菜跟花糊类要特别留意 落聚病聚合病还有灰霉病等等的疾病发生 要加强田间的通风卫生管理 降低湿度来杜绝这些疾病的发生了 而另外最近的天气也真的是比较凉比较冷一点点 所以要加强续勤保温以及生物安全工作 而且要防范请流感疫情发生跟传播了 多加留意卫生的管理了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非常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疾病 就是非洲猪瘟了 相信大家都有在一些媒体上面看到大家宣导 非洲猪瘟的这个消息 非洲猪瘟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 因为它的致死率几乎是100% 而且目前没有有效的药物 还有疫苗可以来防治这个猪瘟的疾病扩散 所以一旦呢如果它这个引进台湾来 或者是有猪肢发生了这个疾病之后呢 恐怕这个传播的速度就会相当的快了 所以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台湾猪类 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不要携带肉品入境 而且呢也不要网购肉品寄送台湾 更不要到国外的驯物厂做参观哦 如果呢做到以上的几个动作的话呢 就可以来有效的防范 保护台湾的猪肢了 而且因为呢这个疾病啊 它这个病毒呢相当的可怕 就算在冷冻的肉品中呢 其实也可以存活1000天 也就是两年多以上 所以呢就算它不是生肉哦 不是冷冻的肉品 而是一些再制品 像是香肠火腿等等的 里面也很有可能有一些这个病毒 病菌在里面 所以特别提醒你 务必要记得防范 一定不要记得 攜带相关的肉品入境了 也不要网购肉品了 如果呢攜带肉品入境的话 最高可以罚100万 如果呢跨境网购肉品的话 也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甚至是病科300万以下的法金 所以特别提醒你 一定要记得 我们来保护我们的台湾猪肢 不要做以上的几件行为了 好那么在台湾的天气部分呢 持续受到干冷的空气影响 可以看到台湾附近呢 虽然说气温是蛮低的 但是呢水气是相当的少的 目前看起来这波冷气团 影响台湾到礼拜三的白天 礼拜三白天就会大幅回暖了 接下来持续稳定的天气 一直到礼拜六 要等到礼拜天呢 才会有新的一波 这个水气南下影响台湾 所以好天气呢 大致上来说 可以一直维持到礼拜六左右 所以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几天呢 虽然说东北风都是持续的吹的 但是啊水气不多 所以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未来这几天的降雨几率都不高 都是晴朗的天气形态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今明两天 这个清晨跟晚上呢 辐射冷却的效应 就会相当的明显了 清晨跟晚上呢 气温恐怕会降到非常的低 像是北部地区呢 有机会降到只有 12 3度左右的低温 中南部地区呢 也有机会降到 只有15度到17 8度左右的低温 特别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温 加温的工作 以免会有一些相关的损失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